第一个,我第一点强烈要求 其中有本部接管 这个大家不是说了,但我强调 第二,在校所有学生按照最高保险限额购买 中生保险 中生必须是最高限额 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应该明白 化学东西短期发生不了问题 也许病变,也许转移 那保证不了的 第三,统一安排学生到华西体检 安排绿色空套 专车附送 我们家长不会一个一个带着孩子去 你们领导出行的时候不是有专车吗 有警车吗 警车开到 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全部一起附送 第四,立刻停止社区工作人员 警察同志到学生家长家里进行警告 威胁以及胆性上面的骚扰 对 对 对 我听说 我不要求回答 我这提我们所有家长的诉求 我不要求你回答 因为每个工作岗位 他针对的东西不一样 你不一定能回答 然后第五 停止一切网络匪军被其中家长进行抹黑 今天我早上看到非常多的网络匪军对我们家长进行抹黑 说我们违法了 对 第六 我希望我们这个事情是特殊事情 不是一般常规性的事情 法律明文禁止不能办的事情 有商人再犯 有政府官员再犯 那么我们这个事情就应该特事特办 不要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慢慢的走 我们所有家长不同意 应该开通律师通道 按照最高的最权威的国家应急的预案来进行处理 必定是祖国的花朵 中国必须得靠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必须开通 特别高的等级的 按照最高等级 对我们的这一切的犯罪的也好 违法的行为 进行特殊渠道进行处理 我特别反对就是按照正规程序 三月五天一个月两个月进行处理 我强烈反对这样 特事特办 对 其他的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 我们都理智 犯法事情我们不干 希望所有政府工作的人 不要对我们进行抹黑 不要抹黑 我们按照我们家长 我们下来 大家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家长当时缺乏理性 我虽然是二年级的家长 但我的孩子到八岁了 没有吃过一次方便面 今年旅行吃第一次方便面 我把健康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 不是我不是你五年 你六年代家长 我就可以让我儿子这样吃 我吃的少 不是 吃一口我也非常心疼 我们所有家长理性面对 希望政府相关部门一定特事特办 特别把我们的这个事情作为重大事件来处理 不要慢慢推 我们不会淡化的 有东西在孩子身体里 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对 我希望能让所有家长的诗词 就是我们所有家长 现在不要去讨论 必须让这个领导做出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很多层面上东西 这个领导是解决不了的 他只能在他职权范围内处理 公安的是他处理不了 法院的是他处理不了 这些我们也给领导一点时间 跟相关部门领导进行协商沟通 然后跟我们反馈 我们今天我希望我们家长 我们的家长 把每一个班的诉求表达出来 然后表达出来以后 我们整理一部分 就是你能当面处理的 我们当面处理 如果不能当面处理的 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这个所有班发言完了以后 然后进行统一的进行收纳 然后归纳总结 然后给我们所有的家长返回 然后那种需要就特别讨论的 刚才我们说街道的威胁的 那个我虽然没有街道威胁 但是我知道很多家长 接到了这种威胁 那么我也是一样的 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 我们群众要理性面对 我们政府官员也应该考虑这一点 我们现在就不要一直去争论 什么时候不对我们进行威胁 我们先一个一个问题处理完 一个一个 所有每个班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先把所有家长的想法 统一一下 统一完了以后